航天员王亚平也创造了一个第一,她是我国第一位飞向太空的80后。 王亚平是我国第二位女航天员,出生于1980年1月。 王亚平对记者说,我们80后是敢于迎接挑战的一代。 同时,王亚平还将担任我国首次太空授课的主讲人。 而为这次太空授课进行拍摄的,将是经过15年训练首次踏上太空之旅的航天员张小光。